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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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這個整個孕期的過程 就會很容易這個 因為荷爾蒙改變 就很容易一直會尿尿 然後接下來就是因為子宮的長大 因為寶貝長大 子宮也會跟著長大 所以它會壓迫到我們這個 膀胱的部分 會讓你一直就是想尿尿 頻尿是這樣 頻尿通常是因為 還是因為壓迫 頻尿常常會發生在兩個時段 一個是懷孕初期 一個是懷孕末期 因為懷孕初期 子宮剛開始大 其實子宮一開始 因為我們知道子宮跟膀胱就在旁邊 所以子宮只要一開始大 它就馬上壓到膀胱 所以懷孕前三個月 頻尿是大概每一個人都會有這個狀況 子宮超過三個月 慢慢地突到骨盆腔外面的時候 它對膀胱的壓迫就減少了 所以我們會常常安慰這個 剛開始懷孕的這些人 我們說你們再忍一忍 三個月以上就會比較好 因為三個月以上壓迫就減少了 所以在初期 就是大家要放盡心情 不要讓這個頻尿 讓你的心情變得非常不好 那頻尿當然你就是適度地喝水 好在那個懷孕初期 因為大家其實食慾都不太好 喝水也不會太多 所以頻尿大部分都還可以忍受了 那有些媽媽就會覺得 哎呀 這麼麻煩 就是會想尿尿 她就乾脆怎麼樣 少喝點水 可是因為其實我們懷孕的時候 我們這個女生分泌的分泌物 容易更多 如果你這個時候水喝得少 因為想上廁所嘛 就會造成怎麼樣 你更容易怎麼樣 可能尿到感染 所以其實是一個很麻煩的現象 那就是鼓勵媽媽 你要把它當成是一個自然的一個 會產生的現象 那你可以跟你的朋友 就是你的同事 或是也許請你的同事跟你的長官說一下 也許懷孕有這個症狀 因為也許他是男生 或是他們還沒有結婚 沒有生小孩 不了解 其實頻尿是很正常的 或者是私下 比如說要開會之前 跟你的主管打聲招呼 我可能會開會中間 有可能會去上廁所 這個一定要提醒 因為有時候 發燒就會變成 那你到時候要面臨 就是要不要吃藥 退燒藥 但是發燒一定要吃退燒藥 或者對Baby也是 會讓他就是 有點像是間接發燒 所以其實這個議題 就是要鼓勵大家多喝水 不要害怕頻尿不喝水 但是也許時間可以調整一下 就是 因為有時候我們上班族 會覺得很忙 到了晚上才會想到喝水 那你就會造成你 夜間就會容易 這個更容易起來上廁所 那就會讓媽媽睡得更不好 所以要把這個水分 就是平均盡可能在早上的時候 或下午的時候喝完 這樣會讓你的睡眠品質也會比較好 那到了懷孕的最後幾個月 因為齒波很大 它就會開始慢慢往下掉 那就壓到膀胱了 所以通常什麼人會比較嚴重呢 小孩子比較低的這種 我們所謂的胎位太低的這個 會壓破就會比較嚴重 胎位低 那胎位低怎麼辦呢 第一個當然多躺 第二個我們就是用脫布袋 把那小孩子拖高一點 好 脫布袋拖高 它就比較不會往下壓 往下壓到膀胱 還是要多休息啊 你說每天工作 站太久 坐太久 這個胎位一定會越來越低 壓破得越來越厲害 那除了產生這些不舒服的 這種貧尿的症狀 胎位太低 我們還會擔心早產的問題 所以它會一個如果太低的人 產生貧尿的症狀的人 當然我們還是要請這個醫師評估一下 這個早產的風險是不是增加